兄弟们今天给大家看一个巨物啊 现在呢是什么方式进账都可以了啊 看到没 我的天这是一个货车 好了好了好了 再摆两个boss来 哎对可以可以可以 好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啊 这台房车呢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9米6的一个卡车 改装了一个房车啊 总质量是18000公斤 然后大理式的 这个是狼牌的啊 这个车是蓝牌的 你想搞这个车出来自驾游 你得首先有个a的照照正 不然你开不了就完了 哦b的应该都可以了 这个是黄牌啊 哎呦上面还有个美女啊 来我们上去参观一下吧 文心里带我们上去看一下吧 上去嘛 带我们上去逛一下 看一下这个房车空间大不大 哇这还楼梯看到没有 这应该就是车主的床了啊 这个床应该是大概是1米5的床啊 哎呦 看着挺好的啊 这里他还放了一个摩托车啊 你看 还卡个卡座 放摩托车头的 他摩托车他开出去买菜了啊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些是衣柜 这里应该都是放小东西的啊 这些都是什么呢 啊这都是 主物间啊 然后床底下应该都是主物间啊 应该都是主物间 在我的看来 因为这个空间要利用到极致的话 底下给发很多好东西啊 这边应该是衣柜了 然后这边应该是洗澡间了 洗手间应该是在这边 应该是洗手间吧 看一下 对这里是洗澡间 还有马桶 哇好大 就是他还有那个 还有那个叫什么 胶的味道 打胶的味道 还有8公斤的洗衣机 8公斤洗衣机啊 文青姐姐今天特别漂亮 看这里是一个环耀的U型沙发 这沙发 要说在房车里面有这个沙发的话 不少啊 不多啊 不多 然后呢 这边热水 这是煤气热水器啊 哦 这都是面板公制的电源 这个电有500安时的电 500安时的电呢 就是5度电啊 现在是百分百满的 完了 之后呢 这些应该都是主物间了 我的天呐 这个车是9米6的吧 啊 是吗 是不是9米6的 可以详细坐下 这里有一个8公斤的洗衣机 我吵 隐藏在这里 在这里 它是有一面摩黑车 哦 那个我看过了 摩托车是从这个尾板放下去的 哦 你把它放下 把那个板放下去看一下 这样子放摩托车上来是吧 对 真真好 这个床也真漂亮 好了 我们上去天台去看一下吧 来 文青姐姐上去 天台去逛一下 又是我 我也不会介绍 不用介绍 你上去看就完了 这是啥呀 我靠这什么玩意儿啊 哈哈哈 抱枣的吗 这里 进去躺着 这里还可以抱枣吗 我带一个预告 我去太狠了吧 去大哥 小姐姐进去 我去 上上面上来更加更加下 这个开车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放下来 巧克力 这个 对 升降顶 它上面还有一车彩灯 真漂亮 还有LED灯笼啊 看到没有 晚上肯定很亮啊 这里又有一个U型沙发 我的天呐 这里会各区真舒服 这里是一个隐形的厨房 他花了多少钱搞的 这个 一个隐形的厨房 40 40多万吧 加车一起 加车加摩托车 加改装 就总共40多万 对 那这个车上路合法呢 合法呀 他如果是要粘剪的时候 把上路部分拆掉就行 嗯 这里面没关系是吧 那这个能不能上保险呢 我就想不懂 这个 就不知道了 这个车呢 你们看一下 给我们看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营地啊 兄弟们 这个是巧克力的车 然后你看这都是房车 随随便那一辆房车 就在我老家 能买一套房啊 在那边 你们看一下 我们的营地呢 房车是真的是多啊 这边只是三分之一啊 这边还有一个 都是房车 然后还有这边啊 这边也全是房车 太爽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住了五六十个房车啊 我们的房车在那边啊 最远住那个地方 看到没 因为这个院子比较大啊 那边还有一个啊 有个院子也是房车 都是房车啊 这都各是来 来是五十五湖四海的朋友 到这里来啊 旅行啊 这边还有一个场子 然后那边还可以钓鱼 这边的话可以散步啊 遛狗啊 家家户户都 有狗啊 要遛狗遛小孩的都可以啊 好了那我们 这个房车呢 花了四十多个W 九米六的房车 我也是第一次见啊 也是自己改装的 改装的比较简陋 但是呢 看上去做了还挺舒服 行啦 那你们看着值不值吧 四十多个W 就这样吧 高的话还是挺高的 然后这个升降的话 能不能按一下 瞧个嘞 不能 我不知道地方 不知道地方 这里吧 应该是这个开关吧 能不能按下来看一眼 哈哈 车主不在兄弟们 我们就过来参观一下 车主不在啊 车主两口子人特别好 去买菜了是吧 好了 那我们现在下去 这里面板工资 这些都不知道干嘛的 我也看不懂 不能乱搞啊 好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自己动手改装 一个这样房车出来玩啊 现在呢 出来玩房车啊 不是出来旅行的方式 特别多了 不像以前坐飞机啊 坐火车啊 然后呢 跟团啊 从09年啊 19年之后啊 就是我19年出来的 我也是一个旅行的 19年我出来的时候 路上全都是小车 还有SUV 房车都很少 到了20年流行呢 是一次多挂 多挂房车 20年的时候 到21年 22年 都是流行着一体房车了啊 很多房车都不超过三年 都是两年左右的房车 特别多啊 除非那搞租赁公司的 那个房车都是比较久的 要如我说 个人买的房车 都是在2021年开始 现在呢 流行房车 整个营地全是房车啊 真的 包括我也是2021年买的房车啊 这些随便一台房车 真的在我老家就能买一套房子 我们那是一个小县城啊 五六县城市的一个小县城 如果你们想出来啊 不管你是什么方法 好吗 只要能 跑 不用走路就可以了 是吧 自己改的一个这个也可以 然后呢 很多人骑摩托车也行 骑单车也行 然后呢 小轿车 suv 拖挂啊 什么各种方面都行啊 都是选择自己出来旅行的方式 到了这个外面呢 就可以找到很多好朋友 可以一起 啊 聊聊天啊 下下集啊 喝喝茶呀 打打不喝啊 都可以啊 好了 不说了 给我们点个赞吧 点个关注 谢谢大家 现在这个顶呢 我叫那个大哥 把那个顶放下来 你们看一下 慢慢的下来了 像不像一个变形金刚 哇 这样一合起来 会不会进灰尘呢 这样子啊 不会吗 不会 这样子不会进灰尘吗 不会 这个盖下来以后就不会了 盖下来它还是有密封部分啊 对吧 真的就像一个变形金刚啊 兄弟们 好了 这个房车40多个W加一个摩托车 这个摩托车一起啊 这摩托车怎么上 300300cc的 力气非常重啊 我开了一下特别帅 这放的比较慢啊 这个应该是用气放的啊 不用气的话可能放不好 现在用气的啊 车子放下来了啊 你们看一下放下来 它就和扣到一起了 然后就可以上路了啊 你们说这种改装方式 好不好 后面这个板呢 是放摩托车的啊 啊 这车子真 真得劲的 哈哈 真漂亮 好了 不说了 喜欢的给我们点个赞 点个关注 继续给你们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好不好 放下来了啊 谢谢观看